看看新闻网 火箭尖的婆婆 看到朱莉莉满脸的笑容 敏锐的记者怎么会嗅不出这满满喜悦的味道 问题是一个接着一个 虽然朱莉莉已经尽力必战 不过依然不敌记者们齐心协力 连环泡舌发问 我怕个宝宝小姐所以都不说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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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两个都这么大一个人 他们想什么时候宣布什么 他们结婚都是 就由他们自己宣布 虽然朱莉莉直言不想当金刚代言人 但是这也不是她第一次透露儿子儿媳的最新消息了 想当初金刚大婚的时间 也是这个当婆婆的一不小心说了嘴 所以朱莉莉这个媒体的指路明灯也是当定了 但是这个宣战宣女啊 那两个都喜欢 因为我自己就只是有儿子 没试过做女的 不过我没所谓 其实自从郭晶晶与霍启刚去年11月结婚以来 被怀孕这三个字就像黏在鞋底的口香糖一样跟着郭晶晶 郭晶晶走到哪儿 这怀孕的报道就跟到哪儿 而且每次都配上角度刚刚好的图片 让怀孕传闻可信度抖增 不过随着类似报道的增多 大众对郭晶晶被怀孕也是习以为常了 但凡穿着平底鞋 着装宽松 抚摸小腹 这三件事一出现 郭晶晶肯定被怀孕 不过直到今年4月 公共霍振厅出席某活动 再被问及郭晶晶怀孕一事时 她那一抹暧昧的笑容和直直乌的态度 让郭晶晶真怀孕的几率飙升 虽然当时郭晶晶并没有正面回答 不过遮掩的态度 还是让媒体嗅到了一丝不一样的气味 因为早在郭晶晶进门之前 郭晶可是从来不掩饰对两人早生贵子宝宝的期待 我们不妨就一起期待小金刚的出现吧 娱乐新年地记者满心期待走河报道